Aaron或者蘇維毅 你們現在選一個 等下我回去 我不要跟我講話 那我Joke 哈哈哈 哇 很sweet 做誇張了 這剁了 做效果是不是 多了 多了 好 先在我身边这位叫佩欣 耶 大家好 我是Chris 我们要忘记介绍我自己了 今天我们就来到Azeta Arena 今天我们来这里的任务是什么 因为今天我就是带着这个赢者 我们佩欣她之前就参加了我们 Gushin的这个活动 就是跟Yonex合作的一个campaign这样子啦 可以就让她跟我们一起来访问 Perny海 听到我们大马人双的 所以要我听说她很紧张啦 昨天是睡不着呢 对 昨天两三点来睡着 两三点来睡着 让你今天醒 五点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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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我想问哦 其实你是怎样了解到我们的这个campaign 透过IG哦 因为 IG 嗯 每次一刷新就是第一个就出现这样子 哦 第一个出现 Gushin了 是不是 所以你有追踪了Gushin很久了啦 有 你最喜欢哪一个MC啊 要讲真话吗 讲真话 啊Crystal呢 哇 为他讲真话讲 啊 久哦 所以啊久哦 你有听我平时的节目吗 偶尔 因为 所以我考一考你啊 我节目单元叫什么名字 Gushin早起的位 哇 懂得嘞 所以就等下我们要准备去访问Pelly还有Tina 来 走 来 走 走 Go Shun Go Five 哈啰 你好 我是Chris 等问阳 今天呢 在我身边两位的就我们大男女双啦 来 我们让她们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嗨 大家好 我是Pelly 我是Tina 是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当然在现场也有配Sina 是之前跟我们UNIX合作的一个比赛呢 那她就赢得了这个奖品 也可以说是就是 获得这个机会呢 跟我一起访问Pelly还有Tina啦 那今天呢 我们要进行的环节 是一个很简单的快问快答 OK 所以等下我问了这个问题 你们就尽量用最快的时间 最短的时间内给我一个答案好不好 好 马上开始 谁的往前比较强 谁的NetSkill比较强 Tina比较强 OK 那接下来这一题 谁的Smash后杀比较强 Holly Holly比较强 OK 那第三题呢 谁比较爱赖床 Holly 这样直接的吗 没有知道 没有知道 你们有一起睡的吗 去比赛是一起 一起睡的 对 所以一般说你叫她起床 我先起然后到台大 流流用厕所啊 不是早起玩起 OK 那接下来这一题呢 比较敏感一点点 OK 谁的脾气比较好 Tina的脾气比较 所以分离很暴躁 有时候在场上比较急躁 OK 是比赛的时候还是练习的时候 练习的时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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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不到球的情况下吗 对 或者是打不顺的时候 会自己气自己 哦 这样她会怎样安慰你 她 我 哇 很 sweet 嘞 如果不如说过那个氛围 瞬间变掉 你知道吗 这样就很 sweet OK 那接下来这个呢 就是 OK 就刚刚有relate到的问题 你如果讲不是赖床的话 谁比较常迟到 刚刚好 我们刚刚好时间了 刚刚好时间了 没有时间了 不敢讲 有没有 没有啦 OK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一晚上 女生都会问的问题 谁比较暧昧有偶包一点 你 不会啦 你哈哈哈哈 你啊 为什么你们这样纠结 还是两个人都很暧昧 还好啦 都还好 好 OK 你就打扮会花一点时间 是吧 OK OK 那 呃 如果要选择一位伴侣 或者讲我们 就是一个择 我标准来看的话 你觉得你要6 pack 或者要稍微有点小肚 就有点胃 这样子 还是讲有6 pack 6 pack 可是你们是有啊 我没有 所以呀 男兄们如果 嗯 要有6 pack 知道吗 OK 来 接下来 这个是combo question 让你们选择 between Aaron 或者是唯一 谁要选啊 谁要选啊 我硬要选的话呢 呃 你们先选一个 我等一下要flip啦 等下我回去 我不要跟我讲话 哈哈哈哈 3 2 1 故意 哈哈哈哈 Aaron 我会选你啊 Aaron 哈哈哈哈 Aaron等于欺负了啊 他等于欺负你们啊 对对对 好迷糊 OK 接下来这一题呢 你们刚刚选唯一嘛 对不对 所以它是一个延续题来的 嗯 韦翼或Exelson Exelson Exelson Exelson啊 你这都不用想 哈哈哈哈 抱歉啊 韦翼 就不要轮到这样子气了 Mac 或Brockoli Brockoli 因为想是Brockoli 还是想是高枣 Brockoli 或Kristen Kristen Kristen在这里啦 Kristen啦 Kristen 或Jo Kristen 谢谢 Kriste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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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那今天呢 我们在这里也是有佩欣啦 那佩欣在这里 其实也是有个问题给 就是两位的 来佩欣我们来问看 就是你想要问的问题是什么 请 对于这次大马鱼去公开赛 能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去硬仗 其实基本上我们都是会每天都在训练 然后从上一个最后一站的比赛中的不足 所以我们会去加强我们的步骤 就像Brockoli 说的啦 我们已经在训练做得好 所以我们只希望有最好的结果 在这个比赛 就是在训练的时候尽力 然后在比赛的时候也全力以赴 就不要留遗憾的意思 对 我可以大概了解一下 你们每天的作息大概是怎样 就是早上起床训练 训练后 大概是几点了吗 早上 五点半 我好像那天差不多 他到了这么早醒 到大概十点 这个brunch到十一点多十二点 然后就睡个午觉 然后下午两点半到五点多六点 然后就只有时间 所以沛行也是喜欢打鱼球是吗 可能你要try看这个作息 以后你会知道 不要try看 不过在这里也是要谢谢三位啦 可以谢谢Berlin 谢谢Tina 然后也是沛行今天在这里 跟我们进行这个访谈啦 如果想要关注他们 都可以上到SUSS Media去看一看 在下面这里 耶 然后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呢 可以like share comment 然后记得要subscribe 我们这个YouTube频道啦 叫Go炫 所以就是我们下一次见啦 谢谢大家 我们一起讲一次 Go炫Go饭好不好 Go炫Go饭 Go炫Go饭 大家准备一二三 Go炫Go饭 拜拜 拜拜 耶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已经访问完 访问结束了啦 然后刚刚 听说啦 可以先看很紧张 我看他额头红掉 我刚才 王医生一个红的声 所以你刚刚感受是怎样了 呃就有点激动 激动 这样近距离 平时电视机看到他们嘛 对 对 然后就是最后你有什么感想 朋友两个后 就有点开心 开心 对 就还是很激动的不好意思 还是很激动 他到现在还是那个心态 在跑跑跑跑跑 所以就希望啦 我们所有大马的球员 不止Poli还有Tina 都可以继续加油 在这场比赛里面呢 越战越勇啦 OK 然后就顺利可以拿下奖牌 这样子啦 然后我数一二三 我们一讲加油加油加油好不好 好 一二三 加油加油加油 数这个线 现在你看到Poli跟Tina 你会抱他们吗 等下我会帮你了 有女儿要帮他们给我讲 我这样 所以Tina你们闭着眼睛一下 让人就去 然后以后我们就不用法完成了 OK 都选够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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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选够烦